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我是胡心平 今天的八月份相當不平靜 因為從南到北 都有一些驚爆連累的狀況 像在上個星期五 在新北市的新店 就發生了民生氣爆的問題 而且造成了兩個人的死亡 那麼大家都很擔心 到底我們家用的這個瓦斯 安全是不安全呢 有些人用天然瓦斯 有些人是用桶裝瓦斯 怎麼樣知道自己的家裡 這些瓦斯是不是安全 又多少 什麼時候 該做一次檢測呢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來談一談 關於瓦斯的安全 當然在今天的新聞 的另外一個重點 是關於消防員的 這個權益的問題 因為呢 這個幾次的這個氣爆當中 很多的消防員都反映 他們就像是所謂的偵測犬 或像是救難犬一樣 很多的危險 他們都是靠鼻子去解決的 真的能夠解決這些的問題嗎 他們的工作安全 有誰可以來幫他們擔保呢 今天有話好說 一塊來為您討論 先為您介紹 來到現場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在我右手邊的這一位呢 是液化氣體燃料商業 同業工會的理事長 林廷忠 林董事 你好 總事長好 好 在我右手邊第二位呢 是長榮大學職業安全 以及衛生學系的助理教授 何三平和老師 你好 在我左手邊這一位呢 是臺北市永齊分隊的消防員 央視委 視會好 主任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左手邊的第二位呢 是新海瓦斯工會的顧問 林子文 林大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新聞的一開始呢 節目一開始 我們就先來看一看 這一次的氣爆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以及到目前怎麼樣處理 新年瓦斯爆炸意外第四天 新興瓦斯人員一早就在三樓平臺 拆除雨棚 好在三樓平臺搭起音架 方便更換外牆的瓦斯管線 新北市政府要求所有管線 要在三天內復原 整個復原工程也要在五天內完成 那我們要求我們的公共管線 以及公共使用的螺梯 天花板 那我們要希望能夠在三天裡面 把它做一個完成 那電梯也能夠完全的一個檢修 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復原的工作 從爆發當日 能夠五天裡面大部分 給它完成這個復原 目前瓦斯大樓水電已經恢復 住戶也忙著清理環境 新北市長注意力人強盜 市府將會協助受債戶申請賠償 後續的每一戶的賠償協調 我們都會在做 那大部分也大致完成了 那我們希望說趕快的 讓這些所有租戶能夠安心 比較嚴重的受損戶 有七戶我們已經達成協議了 那這個協議就是說 他們因為他們要重新設計 裝潢的部分 那我們會請他在三天內 把付駕單送過來 那麼我們確認無誤以後呢 那我們七天內 我們會把這個工程款給給付掉 新新華斯表示目前已經和多間受災戶達成賠償協議 不過房屋整修還需要時間 新北市表示如果住戶這段時間因為房屋受損 暫時沒有地方居住 新北市社會局將補助每人每天住宿被害伙食費共一千四百五十元 希望讓受災戶能夠誤獲難關 記者張雄 張國良 張子佳新北報導 新北市新店安康路二段這棟駐商大樓 三樓陽臺明顯焦黑 蔗宇鵬變形 玻璃窗被炸破 消防局見識人員在意外發生之後進入現場勘察 初步研判起火點就在三樓住戶的主臥室 新北市消防局長黃德欽指出 當時屋內三個人 阿嬤在陽臺 兩個小孩都在廚房 因為瓦斯管線漏氣預熱 就在緊鄰廚房的這個主臥室爆炸 而見識人員也發現廚房兩個瓦斯爐 其中有一個是呈現開啟狀態 這棟大樓總幹事說住戶在十四號傍晚 就聞到瓦斯味 請新兴天然氣公司來檢測 卻沒有找出原因 目前見識人員仍要進一步調查 究竟是室內還是室外管線 導致氣爆 以釐清責任歸屬 好 我先請教一下林大哥 這特別提到了 在你過去的經驗當中 像他說三個禮拜的時候 三禮拜前就已經反映有這個瓦斯的味道 我想在你的經驗當中 應該 民眾 尤其在這個天然氣瓦斯 這個部分 他們通報這個瓦斯漏氣 到底有多少百分比是真的有問題 這是主動通報 那被動的是說 你們在做這個定期安檢的時候 有多少的比例 是真的發現有漏氣的狀況 其實通常就是說 客戶的在爆瓦斯漏氣的話 可信度都非常高 為什麼講非常高 因為大家對瓦斯的味道都很敏感 但是唯一的問題是在於說 如果你那個管 不管是塑膠 那個橡皮軟管 或者是其他的器具 你使用過以後呢 那他都會有殘留 那個瓦斯的特性的那種味道存在 所以呢 有聞到味道的時候 是一定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 不是有那個瓦斯漏氣的 要不然就是有一些可能使用過的那器具在那裡 所以不會說平台無故大家打個電話說瓦斯漏氣 然後找消防隊的 然後找瓦斯公司麻煩 是真的會有 是真的會有 那為什麼他這次 數量來講的話 我大概因為前幾年有跟信海瓦斯在談 那個值班的規則的時候 有做了一次的類似於統計 就是在一個值班的過程當中裡面 那他有幾樣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像那個火災有幾件啊 或者是說那個挖斷的 我們稱為管損 就是馬路上在施工的時候把 挖斷的 挖斷的 那另外呢 那個漏氣的 客戶通報 那據我印象中所及 大概六個月下來 應該是在差不多三百多件到四百件這樣 你那個範圍是多大 你的 就是說以我們公司的營業範圍是包括 三重區 板橋還有新莊三個區 新北市 對 那我們的用戶有大概現在 一七年度的那個是二十七萬戶 就我們比新興瓦斯稍微低一點 他大概接近三十萬戶 那這種情況的話就是說 在通報的這種情況就是說以六個月的總總總總總總的數字上 大概會差不多有將近三百多到四百件這樣 也就是說一個月大概會有差不多將近五十件 這也不少 對 所以幾乎大概一一天會有一件到兩件的漏氣的情況 那這是如果說你說比例很高 那以那個二十幾萬戶來講的話 事實上他的比例也不高了 那當然就是說這裡我們也順道就是說 提到就是說剛剛在 因為大家對於就是說這一次新電氣爆 就是很大的一個就是說對於就是說這個檢測人員的一種 就是說那個責難 那我覺得這裡應該替他們 就是說說句公道話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過去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也從事於就是說那個瓦斯公司的這個工作 這也是一個員工 也是也是要值班 就是說幾乎大概是每個月會有兩班 到三班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要面對二十幾萬戶的用戶 所以通常在通報瓦斯漏氣的時候呢 我們第一個會確定說 他是不是真的漏氣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說 我們也會請他說 你再確定的聞一下 那在什麼地方 我們去處理的時候會比較方便直接找 要不然你跟我講說漏氣 然後一句話一丟 我們茫茫大海何處撈針啦 這個是主動通報的 對對對對 那是被動的通報 被動的檢測的部分 被動的檢測 因為在法令規定 這樣他是每兩年要一次檢驗檢測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安全檢查的部分呢 我覺得其實最令人詬病的地方是 他的檢測也變成一種刑事化 就是說非常公式化 就是去檢驗一下 那變成是一種以推銷 比如說那個什麼安全器器 什麼什麼為主嘛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不得不指責這些瓦斯公司 把安全檢查這個很重要的工作呢 委外 基本上他是委託給外包 那些外包的公司呢 他賺什麼 他不是賺 賺那個那個那個安全檢查的 那個檢查費用 他是賺那個 我推銷的 你換個龍頭 換個什麼什麼 橡皮軟管 換個什麼東西 變成那個去檢查人員 他主要的收入來源 所以相對的就是說 今天好像瓦斯公司 把這個客戶資料給委外的 這外包公司 那等於是打開一個門戶 然後讓這些sales一樣的 去那邊 你要不要換這個換那個 所以他把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可以防災除幣的工作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給弄死掉 不好意思 我很冒昧請教 匯公司也是這樣嗎 其實幾乎所有的瓦斯公司都是如此 是 剛剛林顧問講的是什麼 我最近來跟參加 臺北市的消防局的座談會 他是要求所有的臺北市的 所有的這個管線瓦斯公司 包括我們統商瓦斯公會 都參與他做座談會 都是針對這個他的安全檢查 要要求我們要強化到什麼程度 一定要強化兩年內 一定要要安全檢查 而且他要每個月 甚至最少也要每三個月 都要申報一次 所以你到底檢查到多少用戶 他要求這麼做 那在這情況下 我們才我們才發現到說 像天然系瓦斯公司 幾乎都把安全檢查是外包制的 因為外包廠商良又不齊 他能不能落實 我們不曉得 那瓦斯公司可能這方面 就很需要追蹤 那我反過來問你 是 那他們還有客戶資料 你們可能根本就沒有客戶資料 那客戶資料 如果在這裡面 他的管線發生問題的時候 那就只能由個別的這個瓦斯行 來做安全檢測囉 沒有 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桶裝瓦斯 跟天然瓦斯是不一樣的 送貨方式不一樣 他是用管線送的 他不可能到你上你家去 那桶裝瓦斯有個好處 你每一桶用完了 你一定要叫瓦斯行派人送去 那我們的員工 就必須要安全檢查的這個訓練 所以說 就到現場 我們訓練的員工訓練過 他每到現場去裝了一桶瓦斯 他必須要做安全檢查 一定做減變的這個安全檢查 在這個這個裝好之後 檢查完畢以後 才跟你客戶收費 所以這個安全方面 在桶裝瓦斯方面 這方面就比較強化 等於說你一桶瓦斯 你最久半年就要一桶了 對不對 那快一點的是一個月兩三桶 也有 下面他是一個月十幾桶 那都需要做安全檢查 所以這方面安全就沒有問題 檢查方面來講 桶裝的比較容易 因為他只有上面那個氣閥而已 所以只要你弄一點回照水 在那個上面撥砸一下 就可以知道 對 所以基本上他不會說太麻煩 對 那因為天然氣 他是導管供應的 所以他管線是固定在那個地方 那管線固定在那個地方 基本上他的安全度是比較高啦 因為除非沒有人會沒事 就是去動一動 而且反過來講 就是說你去拉他板 他也板不動 因為他是上牙的 所以那個東西在 在如果說你安裝完成之後 做過氣密試驗以後 其實相當程度的 不會有這種漏氣的危險 除非就是說有發生地震 或者說你有改裝 這種情況他有震動 或者是有一些那個移動的情況 這比較有可能 是 平常的話應該是在 我認 我這林郭 這是我們在 我這說一番話 就是說在地震完了以後 更需要檢測 天然瓦斯 應該是要著附 尤其是比較稍微大一點的地震 應該就著附檢查 那就要 其實在外面的公共管線 其實也應該要一併被注意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一次永保安康 這個社區當中瓦斯 這個氣爆事件 是怎麼說的 有些住戶說 其實三個禮拜前 就發現有問題了 那麼實際通報 是在八月十四號這一天 那麼他們就叫這個社區大樓當中的總幹事 來通報業者來檢查 那麼這新興公司的這個檢查員 到了現場之後呢 他就用鼻子紋 他說啊 這其實是這個沼氣 就是這個大樓裡面當中的 這個什麼化粪池這一類的 所以呢待了五六分鐘之後就離開了 後來到了晚上的八點鐘 他們就覺得這個瓦斯味道怎麼會越來越濃呢 可是還是沒有進步的處理 到了這個八月十五號的時候 將近中午十二點就發生這個氣爆 那麼這個這個八點的時候 新興公司的人到現場說 其實看起來呢 這個外觀的管線是正常的 所以呢 這個到底是為什麼發生氣爆 還有待來檢查 那到八月十六號的時候呢 他們還是逐一的勘查 不過呢到了八月十七號 他已經正式的向這個新興瓦斯公司 已經正式鞠躬道歉了 那麼承認是他們的疏失 我想先請教一下這個 市委 其實你做這個消防工作 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幫我們說明一下 一般來說看我們這種 尤其是這個集合住宅室的這個民生氣爆 我們大概會看到這個災害的樣態 大概有哪些呢 他如果是這個是在 就是是在整個住宅裡面 爆出來的話 那他一定是需要有一些時間去蓄積 這個所謂的瓦斯天然氣 對 那因為他這個 天然氣這個東西 他沒有到一定的濃度 其實你要讓他爆 讓他燒是不太可能的 對 所以他也 他也是必須要空氣中的濃度 到達一定的範圍 然後有火 那他才會有這個連鎖反應 那他如果真的爆了 那大概其實就是會像大家在電視上 都有看到的畫面 就是他 他會有一個震波 衝擊波 就是往外炸 那他所以你的玻璃啊 門啊 然後包含你看他裡面的電梯 然後一些家具什麼的 就是他都是會油內往外被炸飛 所以他東西是往外飛的 對 所以他那個威力 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實有波及到 就是大樓對面的一些店家 而且通常都是對面最倒楣 未必是兩邊 好像是對面最倒楣 對 因為他那個 他衝擊波的 其實像這一次 他的爆炸威力 我們也 因為其他電視也有專家說的 他多少的這個量 其實我們用這個術語來講 可能大家聽不懂 那我用比較簡單的講話 就是說他那個量 大概相當於我們家用十六公斤瓦斯的量 十六公斤 那十六公斤 如果是一般家庭用戶大概是一個月一桶 你看一個月一桶 他在短短的一個晚上的時間 全部 全部露光 露到那個密閉空間裡面 而且不通風 如果他通風還ok 因為畢竟天然氣他會悲緩 是比空氣輕 他比較可以飄 他會飄 你只要開窗戶他會飄出去了 他沒有開窗戶 在這種情況下 又急速地露這麼大的量出來 才會產生這麼大的災害 所以有震波 所以玻璃容易碎裂 其實被玻璃 潑到就很危險 就是他東西都在 就是有點像手榴彈的感覺 對 你炸開 然後他那個碎片 然後就是整個都往外飛 再來就是火 對 然後再來他當然炸完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地方有火 對 大概就是火災 然後就是爆炸的傷害 但其實炸完之後 你說要短時間再炸 其實也不太可能 通常 因為能量算是釋放完 對 就是他去機的東西已經燒完了 對 那他炸完之後 他也把那個開 那個空間炸成一個開放空間 所以那個瓦斯的部分 都散掉 對 就沒有那麼容易再 最後算 的就是火燒起來 就這樣子 好 我這時候就要請教一下 這個何老師了 那個 剛剛在那個新聞當中 大家也搞不太清楚 這個責任歸屬 原來不完全是屬於這個瓦斯公司的 還有這個錶裡 還是錶外這一類東西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對 因為瓦斯公司 他配管配好了以後 那事實上住家 他就會內部就是自己去配瓦斯 這部分 當然也是找廠商來配 是啊 可是因為 但是因為瓦斯公司 他就只是負責配到這個外管 這個 但是內管的時候 那個等於是內部的 你要找哪家廠商來做 事實上那個 你的事情 對 你自己可以找自己的廠商來做的 只是說 有時候我們安全檢查 還是有時候找他們一起來 還是會來看 對啊 但是原則上是內部 比如說我買瓦斯爐 我想要買哪一種的 那我就會配我 自己 管線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在裡面的要求上面 他們就沒有辦法去要求到那一塊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要比較擔心的 就是每個人去那個要求的標準 是不一樣的 可是瓦斯公司還有好處 他每個月 事實上 就是一段時間 他都會來定期檢查 那所以他會用這個氣泡 來幫我們做這個很詳細的檢查 所以這一塊倒是 我們在 因為我們能源局 在幫他們做查核的過程當中 他們確實也做得蠻完整的 只是說剛才提到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談瓦斯的時候 那個 剛才說要達到爆炸下限 其實他才會爆的 所以那個濃度要達到四Percent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很多人在談 說是五到十五 其實那個是錯的 因為天然氣就是四到十六Percent 那我們濃度越低就會爆 是更危險的 所以我們在談五到十五 其實差一個Percent 已經差了一萬ppm 所以我們常常聽電視在講 PPM 其實我們談一個Percent 已經差了一萬ppm 所以他濃度要到 所以 我跟你講 那桶中瓦斯 他的濃度是八百ppm 那天然氣的濃度是一千ppm 這個才會產生有危害性的東西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要讓他達到氣泡 這個並不是這麼容易 可以這樣說嗎 就是他的濃度要達到四Percent 以上才會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相當於要整個十六公斤的 桶中瓦斯 他的威力才像鞍根這樣子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的狀況 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 當然也澄清一下 剛剛我們都會把那個 所謂的瓦斯管分成錶內跟錶外 那這裡其實一個 是一個很天大的誤會 為什麼講說 錶內跟錶外的話 就是過了錶以後呢 因為那個瓦斯 他是忌諱的 如果漏的話 就是漏客戶的錢 錶錢的話 因為這個還是 沒有經過劑量的部分 所以漏的是漏瓦斯公司的 那同樣的 我們現在回到一個 一個關鍵點去談 就是說這個管子是誰裝的 都是瓦斯公司裝的 我客戶出錢 他不會說 我只裝到外管這個錢而已 那幾乎就是說 你來估價 因為我以前做管線設計的 就那個設計說 從外管然後到內管 直到就是說那個龍頭 你要接橡皮軟管到瓦斯爐 其實就那一小段 就那一小段 那我們是那個固定的開關 是做到開關為止 所以這一段 幾乎應該都是瓦斯公司要負 是負責責 沒有那個說 那個錶內的是 客戶你要負責 因為那一端還是伸進了 客戶端去了 那唯一的問題是在哪裡 就是說能言 應該是講說 天然氣事業法規定了 就是說他現在把這個錶外管 視為是瓦斯公司的資產 那錶內管呢 是屬於客戶的資產 就是說現在瓦斯公司 收納你這一筆工程款 裝置費以後呢 但是回過頭來講 當然這裡面涉及到說 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我出了錢變成人家的資產 那就是說 當然我今天要裝裝裝裝置 裝置這個工程 所以我講這個費用 沒話講嘛 那這一筆錢 就是說我繳了以後 都是你瓦斯公司來裝設的 那瓦斯公司你也有義務 就是說有責任幫我做好 然後做檢查嘛 要不然你說兩年一次檢查 檢查什麼 裡面的管是我的 那我自己負責 或是我自己裝 那你幹嘛要你來跟我檢查 是 所以這個檢查的責任 跟那個都是瓦斯公司的 所以基本上 不要說那個錶內管是 是你們家的 在資產上 在資產上是你的 但是責任來說都是瓦斯公司的 那不能講說 那個是 那個客戶的 所以我想他的分法 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才談到 鑑定的概念 就是說責任歸屬 比如說你現在是在使用者 造成了這次的爆炸 那就歸屬到使用者 當然 那如果說是他們外面已經洩漏了 那到了裡面 那就會造成就變成是說他們責任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歸屬的時候 是在鑑定的時候歸屬 並不是在那個財產的歸屬 是是是 上個月那個內服也一家餐廳爆炸 就在我們這附近 對對對 他就是因為瓦斯 使用不剩 他使用不剩瓦斯 沒有關 那產生的氣爆 像這個責任就是他自己的 就是消費者自己要負擔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全國在天然氣 還有桶裝瓦斯使用的情形 以目前天然氣的瓦斯使用 全臺灣的總共有三百二十萬戶 四千一百多戶 那麼瓦斯公司 總共是二十五家 不過大家都說 這其實都是跟新興 這個新自備的 都是有這關係的 就是跟退服會有關係 那麼如果在桶裝瓦斯的部分 如果扣除掉這個空戶的話 全臺灣大概有四百二十萬戶 那麼到目前為止 這個縮穿了 這個比較在東部的地區 還有離島的地區 還是屬於這個桶裝瓦斯為多的 這當然是因為這個管線配置的關係 那麼以臺灣來說的話 我們的液化石油器 和天然瓦斯的使用量 這個比值是超過了 這個歐美的地區 是達到二到四倍 這當然跟我們這個區域性的大小 當然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人口比較稠密 我們集合式的住宅 我們當然使用這個天然瓦斯的機會 當然會比較高 不過我們話要說回來 這個講這個天然瓦斯也好 或者是這個桶裝瓦斯也好 其實講這個 這個桶裝瓦斯使用的人 真的是比較多 我想我們接下來就來談談 這個桶裝瓦斯的部分 這個究竟桶裝瓦斯 我常常看到很多小吃店 那個到最後都把那個桶裝瓦斯 給倒過來 因為這個好像只剩一點點氣體 桶裝瓦斯的使用 什麼就這個鋼瓶來說 什麼樣的狀態最危險 譬如說他是很怕高壓 還是烈日還是說這個傾倒比較危險 究竟這個東西怎麼樣的狀況 是比較不安全的 好 其實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其實桶裝瓦斯 憑良心講 他是絕對安全的 瓦斯本身 他是沒有味道的 這個瓦斯也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瓦斯本身是沒有味道 是他在填裝的時候 已經故意加了 而加了這個阿摩尼亞下去了 所以產生了一個湊氣 那個湊氣是提高警覺用的 他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在中油在販售的瓦斯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填 就已經裝好在那邊了 所以說你其實你任何一點點漏氣 大概漏不到一匹PVM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聞得到了 就已經有聞得到 他事先聞得到他的漏氣的狀況 那時候你就要提高警覺了 所以說為什麼很多用戶 常常在稍微覺得有一點瓦斯 會打電話去通知瓦斯公司 就是因為他有聞到那種瓦斯味 那一般我們接到電話 都是在電話中告訴 說你先把瓦斯開關關起來 等我們人員過去 所以他不至於會到 我們剛剛講的 到他的爆炸的下限 那是不至於 那如果有到到爆炸的下限 就跟你講 一定都是消費者 他使用不順 他瓦斯可能開開煮 煮豬甲 然後煮什麼湯 冒出來 把火花 還有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是什麼 抱著瓦斯桶來自殺 那個真的是很少見 那個是太過分了 因為瓦斯本身 他是放在瓦斯桶裡面 瓦斯桶本身 他是鋼的東西 他是密封式的 你如果沒有人為 去故意把他放出來 他絕對不會自己冒出來 那而且再說 現在這個鋼瓶的檢驗 不像過去這個一百年以前的時候 退伍費還沒有 還沒有離開這個行業之前 那退伍費那個時候檢查 可能沒有那麼嚴格 但是現在他的規定 鋼瓶他有期限的 他在期限 就是說你在使用的 他有期限 每期限到了 你就必須要去接受新的檢驗 檢驗當中 他檢驗的所有數據 檢驗出來 你還可以勘醫使用 他才會重新再貼一個檢驗卡 這上面都有一個檢驗卡 在檢驗卡裡面有設定你上一次 跟這一次的這個檢驗的時間 你時間到你就去檢驗 所以在這鋼瓶本身 他的安全程度上是絕對OK 沒有問題 只要你不是人為問題了 再來說你實驗當中說 你不要再故意在烈日下去曝曬 或是在桶底下拿火去烤的話 如果認真來講 還不至於讓這鋼瓶有 可是很多 在外面攤販的小吃店 他們都在烈日底下曝曬 都很常見 因為他的烈日曝曬 不是我現在講 是很大的烈日曝曬 而且你家曝曬 直接要非常長久 非常長久 因為正常如果一天十二個小時 你就是把這鋼瓶瓦十二小時 放在那邊曝曬 他還不會爆炸 他不是會爆炸 如果他氣溫上升到 他氣化 氣化到 他空間不夠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安全法 這裡面會洩壓 等於說瓦數會從這邊洩出來 洩出來以後 如果碰到火 他只是一陣火 燒起來 這樣 他不會爆炸 他不會爆炸 那斜的放 好多人都喜歡斜的放 不是倒是放 我是不鼓勵啦 但是斜的放 並也不會產生爆炸 因為他已經瓦斯用到 沒有了 幾乎他沒有了 他倒下來 只是想把殘餘瓦斯 拿出來 這個有時候倒下去 要小心 就是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栗子的時候 他是氣態 對 那氣態跟液態 他膨脹是一千倍 對 所以有時候 我們在洩漏的時候 如果說你洩漏的話 你倒過來 是變液體洩漏 那如果萬一洩漏的時候 那那個量是比這個大的二十倍的量 再洩漏量 然後再氣化變氣體 所以一般我們還是不鼓勵倒 因為你倒了會變液體洩漏 那如果我們是上面的話 是氣體洩漏 那那個量是差了二十倍 如果是液體洩漏 我們會看到什麼樣的樣子呢 是白霧呢 還是 不是 我這個我講一下 因為你如果說蠻桶 倒下來的話 你那個這個這個他的那個液體 他要出來也是不容易 也是不容易 那最怕的是說 你倒下來的時候 剩下是一點點的時候 對啊 那我們最常見就是這一種 倒下一點點倒下的時候 那裡面是阿摩尼亞是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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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是很黑的 非常黑的 他那是臭氣 佔大量大部分 臭氣佔大部分 氣體他其實他已經差不多了 他只剩下一些殘留的阿摩尼亞 那阿摩尼亞是會順著這個小洞口的時候 沿著這個管線出來 他整個屋子會很臭 人也會受不了 那個東西一樣是可以燒 但是他已經沒有具備有爆炸的 那個能力了 這是這點我們要說明 那但是你整桶倒下來 平常講你要他氣這樣衝出來也不容易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呢很多人 像我們剛剛說了四百多萬戶 都是使用這個桶裝瓦斯 不過瓦斯鋼瓶的這個 到底使用的這個年限是怎麼樣呢 看起來有點不太令人安心 從這個資料上看起來 就是內政部的一個統計 那麼用了三十年以上的鋼瓶 有超是百分之十 二十到三十年使用的這鋼瓶 有百分之三十四 那麼其他的呢 大概就是百分之三十三 換句話說一個鋼瓶的超過 這個十年以上的 大致上已經有百分之八十 都是超過十年以上 請問一個鋼瓶 到底可以用多久 其實以臺灣現在的法規 來定的話 是一支瓦斯鋼瓶 可以用到三十年 可以用這麼久 用到三十年 第二十九年的時候 就是要接受淘汰 這是臺灣目前已經訂出來 一過去的時候 還沒有這麼一個標準 這一百年之後 他訂這個標準出來 所以說在這三十年 超過三十以上鋼瓶 現在在市面上流通量 是非常少的 在一百年以前的時候 那時候內政部的統計數字 是將近的三百萬 將是三百萬 經過這三年的 這個法律規定以後 業者也發現成本 驗的成本滑半 因為他三十年以上 只能驗一年 半年到一年 在成本上滑不來 因為一支鋼瓶 好像你說才一千三百多塊 新的鋼瓶一支三百 但是他半年檢測一次 大概就要花到快七百塊 半年檢測一次 三百六 三百六 一次的話就要三百六 三百六加上七百二十塊 兩次他就對他來說 不划算 所以說在這段時間 大家盡量都把鋼瓶淘汰 因為新的法律規定 三十年就不能再驗 可是還有人說 這個鋼瓶呢 因為他有些鏽石 他們就把這個鏽石 給他親一親 然後重新塗漆 然後再重新上這些 這些文字 這種狀況很常見嗎 過去的 過去保養鋼瓶 可能是這樣子 就一百年以前 我們不敢說 嚴格規定說 那時候法律還沒有定什麼 特別嚴苛的時候 那個時候說 很多保養鋼瓶的話 漆油漆大概都是瓦斯汽 自己來漆 你要檢驗回來 自己去現在的新的法律規定 他就一定要送到 驗品廠去 驗品廠經過 他好幾種關卡的數據的 包括膨脹係數 耐火器等等 這一些安全檢查 通過了以後 還堪議使用 他會發一張新的成分證 就新的檢驗卡 貼上去以後 他他們這個廠商會自動用噴漆器 把你噴漆上去 這樣防鏽做得好 他才能夠讓你瓦斯汽 再帶回去灌氣使用 好 這是在在安全連線之內的 好 我們再來談到 另外一個問題 也是跟瓦斯有關係的 這個問題 就是瓦斯行 很多人都認為這個瓦斯行 被列為所謂的鹹物設施之一 都覺得這個瓦斯行很危險 我們來看一下 在瓦斯行當中 大家常常提到的問題 有哪些 比如說超量的儲存 因為有規定 這個十六公斤的 這個只能有八隻 然後二十公斤 只能有四隻 但是如果觀眾朋友 這個常常看到一些瓦斯 行都會發現超過 這樣的一個數字 還有談到了這個預期的鋼瓶 鋼瓶使用年限太長 那麼還有一些位置的這個結構 並不符合 譬如說把這個瓦斯行變成倉庫 或者就直接放在一個小貨車上 還有使用這個位造的標示卡 還有沒有標示傷號以及電話 我家那個旁邊就有一個瓦斯行 然後他自己有一臺很大的瓦斯車 上面密密麻麻的這個鋼瓶 那他自己還有一輛車 上面有六七隻這個鋼瓶 只要有人來檢查 就嘟嘟嘟嘟 把它開走了 然後看起來 他的店裡面的維持六到八隻 但實際上我們看起來 大概都超過二三十隻 老師這到底是因為 這個法定的不周全 還是說其實真的放這麼多 是安全的呢 我想他這應該是他規定是有規定 可是大家就跟他說在鑽漏洞 就是我要檢查我就拿走了 然後我不檢查 我就開回來 但事實上說風險還是在的 因為這個鋼瓶 他們這種擺法 其實就不太安全 像我們在很多工業鋼瓶 就是鋼瓶 事實上擺在那裡 有時候還要固定起來 因為有時候鋼瓶倒了以後 整個那個鋼瓶 高壓鋼瓶會整個炸開 所以他對這種高壓的鋼瓶 其實是認知不太清楚 就像我們滅火器 我們常常去看滅火器 爆炸也是這樣子 就是要鏽食以後 其實他裡面是十三點七把 那十三點七大氣壓的這種壓力 其實有時候鏽食 他就會產生這個整個炸開 那有時候我們會忽略說 像這種東西 他會擺在一些比較容易鏽食的地方 他忽略了 那那個人不知道下面就開始鏽食 那這種就會產生這種這種 類似這種爆炸的情形 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 就是說其實這種鋼瓶 他們認知是不足的 當你有這些現象的時候 甚至整隻鋼瓶一炸的時候 甚至整隻都會飛起來 所以有時候我們對於這種鋼瓶的 這個管理還是要很嚴謹 就是說必須就是說 像一些鋼瓶 可能我們要有固定鏈條 把他鏈好 那甚至有些其他的一些鋼瓶 有時候那個護蓋 上面都要把他蓋好 要不然那一撞了以後 整隻鋼瓶就飛 所以我們每次常常看到 那個醫院用氧氣瓶 這些都是一樣 這種東西高壓的 那你如果一不小心被撞開了 那整隻鋼瓶是會飛的 那有時候我們都沒有這種體會 就拿著鋼瓶放來放去 那其實這個都是要注意的 像這種也是一樣 他有時候會忽略說 他放在潮濕的地方 他下面就很容易嗅死 那一嗅死的時候 這個風險就來 所以其實在救災 過程當中 應該也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有觀眾或是民眾會打電話 特別來投訴 這樣的問題嗎 因為消防 這也是列在消防的安全 有 這個在我 我剛剛下來分隊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做過安檢 然後那個民眾是會打電話 去這個就是他會檢舉 檢舉說這個瓦斯航的 那個超存 對 因為你 你其實到坊間的瓦斯航去看 沒有 幾乎沒有一間是沒有超存的 對 坦白講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 他們第一個為了方便 因為我不可能說 因為照這個規定放 我店裡面真的就只能八支六 八支六支這樣子擺 那可是他們的客戶量很大 那他們來檢舉 你們能怎麼辦 我們會去積查 但是通常你積查 就是發現他這個有違規 我們當然就是會有一個限期改善 然後他如果不改善 我們當然就是會 會去罰他的錢 他一定可以限期改善 因為他車子立刻就開走了 因為他會開走 對 那就會變成說 你下一次再去的時候 就會變成你看到的 可能會是合格的 對 但實際上 他們這個東西就會變成你檢查過 就算了 對 因為消防人員不可能 對 就是我定點在那邊跟你 好吧 理事長 這換我說 這我換冤枉 因為臺灣的瓦斯航的經營房子 是機型的發展 這只能講說 我們的政府也在機型的設 設這個法規 真的在先進國家裡面 你像日本這麼先進的國家 他們已經可能講 他的科技會比我們進步 十幾二十年了 但是在他們日本的話 那桶裝瓦斯佔百分之五十 他們城市裡面 還是佔百分之五十 那個天然氣體一樣佔百分之五十 不過我想 非用不可 可是問題是安全的問題 對 我現在講的意思就 在 那難道他們 他們用這個經營桶裝瓦斯 沒有那麼多瓦斯電嗎 一樣這麼多瓦斯電 可是我們到日本去參觀的時候 你有在瓦斯電看到瓦斯嗎 絕對不可能 你只要看他們爐具電 幾乎都有瓦斯電 都是有經營瓦斯 但是他們的瓦斯 你看不到 放哪裡去了呢 都在他們距離 他們瓦斯航不到一百五十公尺左右 這麼近 對 那也是在市區當中 也是在市區裡面 也是在市區裡面 但是他們法規有規定 就是說如果你要設置瓦斯的 這個佔存場所 他們叫佔存場所 佔存場所 這個佔存場就類似商品一樣 你每一個 每一項商品 像這個超商裡面 他所有的貨品 他有一個倉庫來堆放的這些 那瓦斯當然名車比起 更需要堆放 他們一個佔存場 佔存場 他有一個安全標準的設置設備 跟他的建築要求 他只要符合這個要求 我們的 他們的這個公家單位 就一個蓋這個許可證給他們 所以在那個地方 他們有很多的瓦 這個消防規定的安全設備在那邊 所以只要一旦有瓦斯 發生瓦斯意外的話 他們很快地去解決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臺灣目前是沒有 我想打岔一下 因為我們剛在之前聊天的時候 你特別提到了 其實瓦斯的本身 他應該不是有那麼大的危險 可是為什麼瓦斯航 沒 會會成為 那種所謂的這個不定時炸彈 或是我們看你明明說 你只是運送啊 那你又沒有在裡面做別的事情 他究竟為什麼瓦斯航會爆炸呢 其實就像剛才我們老師講的 他是對瓦斯 瓦斯 鋼瓶在最 可以說是最弱的時候 他說腐蝕等等 已經在最弱 最弱的時候 也沒有經過特定檢查的時候 還繼續使用之下 是在這種情況下 他會產生不確定的這個這個意外 那實際上如果鋼瓦斯 你是按照他的檢查程序 層層檢查的話 應該每一年度 你正常檢查的話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這麼危險 還有你說有些瓦斯航 自己在做一些分裝 是不是 偷分裝 這個是不可取的 這絕對是我們業界的敗類 最近的這兩年裡面 在高雄跟南投發生的瓦斯店爆炸 其實那個就是在偷取 偷 偷抽瓦斯 就是將南保的量 想要偷金解量 偷到空的量裡面去 他不是一個在正常的這個這個 作業場所去作業的 在分裝場作業 他是在店裡面去偷偷的 密閉室裡面去作業 密閉室作業 他有沒有顧到安全 他鋼瓦可能倒下來了 或怎麼樣產生的大量的漏氣 他在這個情況下 又沒辦法去處理 這時候產生災害 所以這個是不可取的 這是我們業界的敗類 我們當然也對他們是不可取 但是這是因為他作業上發生的問題 像這個鋼瓶 我覺得他管理是必要的 因為他在住宅區 我們一發生火災的時候 其實鋼瓶就好像 一隻一隻的炸彈 他是會四處飛竄 因為我那邊有很多影片 就是這樣子 他一隻一隻會飛竄 所以他必須控制他的量 因為他不一定是他自己露出來燒 他可能是火災 或等等 那你延燒起來的時候 你根本沒辦法控制 所以他為什麼說 在住宅區 這些地方 他就是要限制 你不能弄那麼多 希望災害變小 對 就是限制 那剛才提到說 事實上應該有儲存區 那你用車子去載 那好好的管理 那載進來 哪裡要用的時候 再去運送 而不應該擺在住宅區 因為這個風險還是太高 那你擺在比較遠的地方 反正你車子去載來 那這種方式就會比較 像我們臺灣實在有一點急行 騎著摩托車 其實每次看到 我們就覺得實在是太勇敢了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當這個車子 這個摩托車 在這個瓦斯鋼瓶 在路上走的時候 如果真的出了車禍 危險高不高 高 因為你撞開的時候 有時候你這個撞開了 對 你撞開了 他就會起火 所以你不知道你撞到哪裡 你可能把這個頭撞 他一倒了就撞開了 那撞開 他出來就會燒了 那燒就是下一個 有可能會爆啦 或什麼那個 可是沒辦法 民眾就是需要啊 對 所以我剛才說 他必須用一個安全的管理 你說我們都放在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用車子載進來 那每一個都綁好了 那你載到那個用戶的地方 再把它拿下來 所以我就說管理跟運送 這個過程 必須是有嚴格的 不能摩托車載的這樣 隨便甚至連綁都沒綁 這我覺得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說至少要有 我剛才說的 車子都把它鏈條綁好 到那個點我把它鬆開 然後再送 那這個我想就幾乎 沒有什麼太多的這種危險性 好 看起來 我們這個住宅當中 有很多的方便 可是也似乎充斥了各樣的危險 好 在下一個段 我們再來看一下 究竟怎麼樣正確的使用 這個瓦斯 或者是說 你要怎麼樣做一個檢測 才是對你的安全來說 是最重要的 看一下 沒有在使用的狀況下 他這個錶會動 那就是有問題 正在使用瓦斯時 瓦斯錶上的數字會跳動 家裡如果沒煮飯 也沒用熱水 瓦斯錶卻像這樣 不停跳 就代表瓦斯漏氣了 最關鍵的動作 就是不用瓦斯時 要把總開關關掉 沿街道室內管線的開關 最好也關閉 煮水燒湯時更要記得 千萬別讓湯汁溢出鍋外 台北市消防局建議 民眾還可以自製簡單的肥皂水 沿著管線接頭及管線測試 有沒有漏氣 除了天然氣 家用的桶裝瓦斯 管線接頭及軟管 也都可以用肥皂水來測試漏氣 而如果家裡已經聞得到瓦斯味了 第一個動作就是開啟門窗 而且要輕輕的 台北市消防局也建議瓦斯從門窗飄散之前 千萬別開任何電器 因為當瓦斯弥漫時電燈 廚房抽油煙機等都可能因為通電 而產生小火花 導致瓦斯氣爆 好 聽說現在有很多產品都在熱賣 熱賣什麼呢 就是這種像是什麼防暴器 或是遮斷器 像我手上就有好多種 譬如說這個叫做瓦斯遮斷器 這個當然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還有這個也是叫瓦斯調整器 看起來是有跟這個壓力有關的 我們再來看到這個 這個是放在這個天花板上的 也是看有沒有漏氣 這個我說真的 我也我也不想裝懂 因為我真的也搞不清 我這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問說 到底我們要不要買 買這個價錢呢 這個好像好 有的很貴 說這個五六千 有的要上萬 這個我先請教一下 林大哥 請問一下 你們也有業務員在推銷嗎 那通常我們不會去推銷這個 就是說會比較是在推銷 這種遮斷法子類的 叫安全龍頭 那我們原先在設計上 管線在裝備的時候 他就會是就會裝那個開關的龍頭 叫做超流量 就當你如果說你把那個瓦斯的軟管 那個橡皮管一拔掉的時候 他會自動關掉 他大量的洩漏的時候 他會自動關掉 那如果你是正常的 對對對對 正常的量很輕微的那種那個氣體 在使用的時候 他不會關掉 所以他這個是是比較大量的 洩漏的時候 或者是那個軟管破裂 或斷掉的時候 他才會關掉 那一般現在就是安檢人員 他會去推銷 就跟你講說 你換一個安全龍頭 其實跟這個都一樣 沒有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反而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那種偵測器 這種偵測器 因為他通常是裝置在 天花板上的 就當他有氣體的時候 他裡面會有那個電池 然後偵測到那個氣體的時候 那他會分析 分析了以後就是有 比如說是那個甲烷 他因為他那個有化學 有那個方程式 這老師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他會有那個警報的聲音 那這種當然就說 其實如果說有漏氣的話 你的鼻子就比那個還要快速 可是我晚上在睡覺 那他又漏 他這個又漏了一晚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我們剛剛在講 就是說那個天然氣 他的安全 就是說因為他比空氣輕 所以只要你氣窗 就是說你雞家不要封死 你那個氣窗保留著開 那個暢通的開了的話 他氣體 縱使有漏氣的話 他因為他比空氣輕 他會往上飄 然後就會飄散出去 那麻煩 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 那所以這個現在冬天其實你還是要維持空氣的流通 我說臺灣的天氣大概不至於要冷到 就是說那種那種會凍死人的情況之下 請教一下 這個遮斷器 大概價錢怎麼樣 價錢三不定 有的有七八百塊 那也有五六百塊的 但是絕對不會超過一千 我可以這樣說嗎 大概不會 看廠商賣的 看廠商 還有看良心吧 對對對 有的最貴還賣到三千塊 有的在推 在那個 有的就說在詐騙集團 他就都會賣 我現在看到這個 還有一個叫做瓦斯調節器 這個是針對的 這個是一般的桶裝瓦斯裝 對不對 請問這個價錢也是看良心嗎 沒有良心可以賣到多少 有良心是多少 這我所知道在詐騙集團 這一支 他是賣到三千到五千 實際上像我們正規的瓦斯店 這個他最多不超過一千塊 這裡面他有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操流 操流量的時候 他有自動遮斷的效果 再加上他一個壓力表 可以讓自己檢測 你瓦斯有沒有漏氣 這兩種功能 好 那你先幫我們看一下 這個請觀眾朋友 千萬不要學習 這個 那個理事長說 這個他要告訴我們 怎麼樣去檢測這個 剛剛我們在畫面上有看到 可是看並不是很清楚 幫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漏氣的時候 怎麼檢測 因為一般漏氣的話 我們知道最重要是說 當你瓦斯開開來的時候 你發現有瓦斯味道的時候 用戶也要特別注意 除非你第一個動作的時候 你把瓦斯桶關起來 請瓦斯公司來 那你如果等不及瓦斯公司來了 你現在可以先自行檢查 是不是這個真正的漏氣 那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瓦斯打開來 先準備一杯這個肥皂水 濃度要很高嗎 濃度起碼要打著 起泡泡來 打著起泡泡 你家徐碗筋也可以 徐碗筋更好 徐碗筋比較方便 你打成泡泡來 然後把這個開 把這龍頭瓦斯打開來 然後針對這管線的話 你去給他塗抹 甚至於說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最近有看到泡泡 像這個就是漏氣了 像這個就是漏氣了 那代表這條管線的 這個位置在漏氣 不過我想你不用這樣做 我都已經聞得很明顯 這真的是還蠻臭的 所以說你看 這個漏出來是不到一 ppm 我們就已經聞到了 這不到一 ppm 你已經就聞到了 那你可見這個瓦斯臭氣 是很厲害的 你要是說 你真的說倒下來 讓他漏出來 你根本人都待不了 這個房子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剛才主持人提到 那個探測器很重要 因為人的鼻子 還是會有他的盲點 所以我想說 有些死角 對 所以我想這是很重要 最怕是那個量不足的時候 你聞不出來 還是要有 那你探測器 你在像我們火災 你說要靠人去聞 你是指這個探測器嗎 這種的 瓦斯警報的 對 你測到以後 那你今天會警報 那我覺得說 那種東西 你在上面 你睡覺 真的是沒有警覺 那請問 如果是抽菸 也會有嗎 像是這樣的 它的煙霧是一般的 氧化彈 它是針對氣體的部分 任何氣體 它都可以 針測得出來 因為它不準確 它包括了 就是說有一些 它並不是純粹瓦斯 而且裝這個東西 你要分辨 天然氣 它是往上飄 所以如果你說 針測的話可以 因為它位置裝得比較高 桶裝的瓦斯 裝另外一個 這個是比較低 因為它比空氣重 一化石油氣比空氣 它存在 所以它會從底下 慢慢積上來 所以它是 裝在 也在低的位置 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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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在牆角 下面的 好 我們今天談了很多 跟瓦斯有關的問題 不過呢 今天我們要特別 還要再談到 另外一個問題 是消防隊員的權益的問題 因為呢 再從高雄起爆 一直到現在 他們形容 他們就像是偵測犬一樣 用鼻子去辨識 很多危險的氣體 就是怎麼回事 今天他們也到台北 來做抗議了 一塊來看一下 高雄瑞融分隊小隊長劉耀文 因為在氣爆當天 出外執勤 至今下落不明 今天親友為他舉辦公祭 高雄市長陳菊 特地前來致議 並頒發包養令 長榮化工也派員到場 下跪致癌 一場氣爆意外 造成六名消防員 英勇殉職 也讓消防體制的問題 再度受到關注 多位消防員十八號北上到消防署抗議 痛批中央卸責 氣爆當天到現場救災的消防員就指出 裝備缺乏和救災單位分工不清楚 就是造成消防員傷亡慘重的關鍵原因 消防員長期人力不足缺額有一萬三千多人 目前有將近四成的分隊 每天上班人數不到五人 如何應付複雜的救災 不過消防署規應 消防人力的增補 設備的添購 都是屬於地方政府的權責 對消防人力缺額消防署表示 預估在民國一百零六年能夠補齊 但對於消防署的回應 到場抗議的消防員和聲援團體無法接受 他們揚言不排除在九月一號走上凱道 全力爭取消防員應有的權益 我知道你們這一次有主要三個訴求 一個是人力不足 還有這個缺乏裝備 以及救災單位分工不清 是造成消防隊員罹難的最大的禍首 我請教你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好像一個消防 防火衣是三年要換一次 請問臺北市多久換一次 其他縣是有多久換一次 臺北市現在應該是有啦 有 就是有在兩三年的這個時間 他一直有在做臺換 就是近幾年來臺北市的裝備 是有在炒好的方向走的 外縣市呢 外縣市就很慘 就是聽 聽一些外縣市的同學 或者是那個在講 當然有一些縣市 他知道說這個裝備重要 所以他會去優先的去做採購 對 那但是有一些 真的就沒錢的縣市 他可能就沒有這樣 再加上他們可能又會考量什麼 因為鄉村嘛 人口少 然後 災害少 對 他就是用這樣子的 思維 然後就是那你的裝備 可能就緩一緩這樣 對 就有可能會是你的裝備 就一直持續的在那個過 那個年限 然後都沒有去做臺化 我看說外縣市一穿就穿七八年 磨損 拖線很常見 這個真的有 而且不只不只消防衣啦 對 不只消防衣 他整整體的消防的消防員的配備 其實他都有這個 他都會有一個年限 就是或者是說你的使用次數多少之後 其實應該會要去檢驗他這個 是不是還有足夠的防護性 我想消防隊員的人力肯定是不夠的 對 你們的工作太為龐雜 也是一定的 對 那你們除了打火之外 你們實在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不可以談一談你的經驗當中 最 我們不要講離譜啦 最跟消防無關的大概是哪些事情 最跟消防無關的 大概就是 有這個民眾曬棉被 然後那個掉到那個陽臺 無岩嘛 對 然後因為大家住比較高 所以他會請我們出動運 踢車去 去檢 還是要檢 這個其實是不應該幫他這麼做啦 那你可以說不嗎 我們不行 你們說 你們不能說不行 他派了 他這個接報的人 就是派了 然後如果說有明袋 或者是什麼的 他 他去撕 撕一些壓力 然後就是要我們情務中心派車 就是在第一線的人 是沒有拒絕的 明袋為了一條棉被對你們施壓 然後就要去救那條棉被 有可能 新聞報導說那個派消防車去洗那個 對啊 就是花蓮 花蓮那個 洗香公所 那些也是 對 那他這個 他這個講法會 有時候他就會講說 施政一體幫幫忙 可是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是反對這樣子的行為 就是這個救災的東西 你就是應該留在救災用 你你不應該是說 我今天沒有災害 那你就幫幫忙 可是誰可以 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說 災害什麼時候來 就像今天這個新電氣爆 你可以預知說我下一分鐘會氣爆嗎 其實很難 那如果說在當下 他住戶 我們就回到現場 就是如果當天住戶是先打電話 叫119 其實我們的人還是一樣 如果他沒爆之前 我們的人一樣是進現場 然後去 我們會去稍微去測一下 這個氣體 那現在回想起來就很恐怖 有可能我來了 然後我進去測 它爆了 然後你就看我們的人被炸出來 對啊 但是 可是你不能說不啊 對 就是我們在現場還是會有 他會要求要有作為 對 那我們現在會變成說 如果說今天他這個現場 任何災害都是有這個不定性 不確定性在 那例如說這個未知氣體的洩漏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是不是應該就是要嚴謹一點 對 就會變成說你可能就 你就必須要按照這個化災的流程去 因為我們消防隊有的探測器 他畢竟沒有辦法把全部的氣體 都有辦法 他可能會 例如說我可能可以測出說 他這裡氧含量多少 然後液氧化碳有多少 然後可能可以測出瓦斯頂多 那如果說他不是瓦斯 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指揮官 那就麻煩請你們自己用鼻子去聞 是 我們當然是不贊成這樣 對 那就會變成說 如果你發現說這個東西 不是那個氣體 或者說這個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的時候 那其實在整個指揮體系上 應該就是要嚴謹的 朝嚴謹的面向去走 例如說你要把層級拉高 你要請誰到現場 那我們遇到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常會說 市府一體 市府一體 可是在 因為消防隊跟警察 其實是比較特殊的單位 他是二十四小時 所以你市府一體很簡單 我一通電話 我市府一體我就來 但是你什麼環保局 社會局 毒物的辯士 對 好 我跟他講說市府一體 然後我今天電話打 他一個小時以後才來 因為他下班了 然後再來就是像獨摘因面對 他全臺灣的編制 只有三對 三對是多少人 三對應該 應該不到不到一百人吧 然後要服務全臺 對 就是所有的 這個毒化災的部分 我們都會請他們來協助 可是臺 臺灣就三個隊 然後他是分在北中南山區 那像高雄這次氣爆 他的獨摘因面對 我不知道是從臺南 對對對 他一定會有一個時間性 對 那這個其實就反映出 這整個防災體系很大動 就是你這些東西其實他都應該要專責 對 他不是消防隊員一個人 可以去 一個單位 對 不是一個單位可以處理的 很不幸的全部落在你身上 對 就是會變成說你消防隊 他現在的狀況就是 反正出事情 你市府一體 你先到 你一體 你這一體就好了 對對對 你先到 然後我後面的 你發現不對 你再通知我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應該是說這個 如果說大家知道說 有這個不明化學物質的 例如說他在這個路底下 有這個管線的時候 其實你有關單位 應該有的設置是 你平常就有這個應變的準備 應該把這個危險的 對 就是 副老師 對 因為我本身在消防署 幫他們做這個化塞訊 那這次其實發生的時候 他們應變中心 也有找勞動部 跟我一起去現場做執政監測 那我們用FTI 這些很先進的裝備 其實很快就測出 到底有沒有什麼 哪些東西 所以再回過頭來 就是我們國家 應該對於這些裝備 要好好的思考 消防單位都在第一線 剛才說就衝到前面 你沒有裝備 像如果他有一臺這個 他馬上一測 馬上知道丙溪 我相信他的應變都不一樣 因為他是未知 在救一個栽 那你又不能測 一測大家你看 你為什麼測 可是如果你有數據 有很多的事 那你彈出來就不一樣 你就可以做很多的 可是氣體白白種 不是每一種設備都可以偵測得到 所以那種FTI 他的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很偵測各式各樣的這種波長 所以他可以很快的辨識說 這個到底是丙溪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回歸來還是消防單位裝備 真的太欠缺了 因為現在的化災 這些災害已經千變萬化 是 那這個消防隊的配備 還是給他最簡單的探測器 然後最延時的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說 其實國家是必須思考 怎麼讓我們消防隊 因為他們真的是很慘 到第一線你也不去 只能拿命去搏 對 那這個是不對的 現在一般的 我們民眾來講說 我們的子女要去考消防跟考警察 大家大家對考警察必須去考消防 因為消防車損率太高 不過我覺得這裡背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其實我們臺灣很多 叫義消 義消 就是說他是民眾去參與的 這些熱血青年 他其實你說今天專業的消防 消防人員他起碼還算有受過一些專業信念 但是我們經常就是說你火災 那是一大堆的這種義消 然後一呼喚就過來 其實這個背後的那種 裝備啦 或是專業啦 對 專業的不足 更不足 那我們反而就是說 因為以前那種比較簡便的那種打火 所以大家要提個 這個冰清水就可以去救火 現在這個一樣太不一樣了 對 現在也在這邊特別呼籲這個觀眾朋友 這個撿鑰匙請你自己去找鎖匠 這個棉被掉了呢 你就換一床也都沒有關係 你當你排擠了這個消防的資源 其實你可能就讓另外一個人 喪失了他的心命 感謝您收看今晚的友好 所以我是胡心平 祝你晚安 我們再會 數落孩子當笑話 爸媽害我沒面子 我爸都說你怎麼一天都很駝背宅男 而且還會在親戚和鄰居面前講 就說我們家有一個宅男啊什麼 每天都睡好晚 聽一看我就說你真的變好瘦 或是就變漂亮這樣 他說有嗎 屁股還是很大 腿還是很粗啊 他告訴我說媽 你這樣子我很沒面子耶 你為什麼要跟大家講 我會覺得說講這幹嘛 就真的覺得 幹你屁性 今天晚上九點鐘 爸媽窮很大 中國紀錄片導演周昊 在廣州火車站廣場上的開出所 用15天的時間 開下行刑事事事的人 我覺得什麼東西啊 土地窩是瓶子 你平時剪了 你剪了 你剪了 你下次再剪它 錢了多少錢 我反正是有四萬多 你現在多少 兩萬六千多 兩三個月 你現在多少 曹總 如果我不合格 你應該吵掉我 如果我不合格的話 五個錢的餅乾 我給你十塊錢 二十八塊錢嗎 那餅乾 十塊錢 十塊錢 反正也是吃錢的東西 不能吃通的東西 通的東西 通的東西都肯定要出發 二十塊錢 二十塊錢 明明有兩百多塊錢 在身上面 還有二十塊錢 一個普通的派出所 成為觀察中國社會的 一個切入點 週二晚間十點 紀錄觀點 拆館 就在公共電視 海洋中最大的魚類 金沙 因人類的文化差異與價值觀 而有不同的可能性 追尋著金沙片段的生命軌跡 一路從敖遠